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朝是弥陀金的主体 耻敏 一心不乱 隐 这一念 这一念 越形成而为隐隐 真正念到隐隐 此一念之历了 又复活之功 或是烦恼 这一念的 他的力量能够辅助烦恼 临终正念 自然献起 往生净土 彼一眼 能够把烦恼辅助 这一念之力 都在平常 练得很熟 这个是中文祖师大德所谓的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头起是什么 是你的习气 你是凡夫啊 如果不起念头 你不是凡人了 你说佛大菩萨再来 才不会有念头啊 凡夫哪有没念头的呢 所以念头起灭是个正常的事情 不怕 怕的是什么 怕的是不觉 不觉的是一个念头 一个念头生 那就不好了 念头只能够才生 第二个念头呢 第二个念就换成阿弥陀佛 换得快 马上就把它换成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念呢 有念起来你就念 没念起来的时候可以不念 用它来把念头扶住 不让它继续发作 得用这功夫啊 有念的时候压它 扶住 没有念头的时候防止它 让它不发 念佛功是纯熟了 叫功夫成片 功夫成片这个力量 服烦恼 要是一心呢 一心是烦恼化解了 一心的力量就更大了 那四一心 他的定义相当于阿弥陀佛 见死烦恼断了 尘杀无名 扶住了 离一心不乱的时候 那这是三种烦恼 统统断掉了 离一心什么境界 原教粗诸菩萨境界 跟禅宗 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是同一个等级 一业心 那是真的转返了为菩提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我们这里讲 他上平上三 那四一心不乱 四一心不乱是中平上三 中北往生 不再凡神同居徒了 凡神同居徒是这个地方所讲的 意念之力 俘获 把烦恼付出 未断 这是神同居徒 所以临终 临终正念 就是临终只有佛好 没有杂念 临终决定是阿弥陀佛 自然心情 可见的功夫念的数 已经养成习惯了 在这个关头上 不弃杂念 只有阿弥陀佛出现 必定往生西方 由于阿弥陀佛出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